约在1950年代 时任吴凤翔长高医生 选定在现今的嘉义阿里山 茶山村筹建新美农场 希望借此剥划土地开发 促进部落发展的运景 却没想到成为自己 同母异父的手足杜孝生 被当局夺知贪污罪名的把柄 然而事实究竟为何 经过促转会两年调查指出 威权统治时期 当局为防地下党活动 稳定原汉关系 大动作下设情治单位 甚至任意拣选特定情资 作为启动追诉审判的依据 且在市政尚未明确之前 就以贪污判断罪名 拟定逮捕计划 打压一己也分化部落内部情感 24号助长会举行的座谈会中 兼任委员阿维莫娜 蔡志伟呼吁社会 一同反思在原住民族观点下的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价值应该为何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你去申请了一笔贷款 你去开发了一个农场的土地 这个从外观上来看 好像是用了国家的资源 可是对于当时的 不管是州族的部落也好 甚至当时台湾的3D社会来讲 我今天去开发一个土地 我就是在开发我的传统领域土地 跟国家法律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许他一点都不关心 不过会中有学者提醒过去许多白色恐怖时期 政治案件透过促转条例六条三项一款规定 不仅已在先前获得补赔偿 也能依此撤销罪名 但反观因为六条三项二款 而获得罪名撤销的受难者 却只有司法平反而无法获得补赔偿 存在实质不平等 所以我想渡案 虽然在司法平反这一关已经突破了 但是在补偿这一关 它还是掉在这个缝隙里面 促转会当然是会处理 而且不仅仅是渡案料案的问题 我们在审案的过程当中还发觉 还有许多不在当初的两个条例的 补赔偿的范围内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 这个炒拟这个新的法律的法案 促转会回应 如果仅对此定定执法 类似案件的数量庞大 恐怕难以因应 因此目前正另立新法 沿拟后续的补赔偿相关草案 预估这个任期之内 渴望完成立法 原时新闻就算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 非常非常细保的 好